恶福所书第三章 因此,我保露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 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 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 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份, 就是借着启示, 使我得知我在上边已大略写过的奥秘。 你们照着读了, 便能明白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了解。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 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有如现在一样, 借圣神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 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 与犹太人同为成绩人, 同为一身, 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至于我, 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予我的恩宠, 做了这福音的仆役。 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 竟蒙受了这恩宠, 得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 并光照一切人, 使他们明白, 从创世以来, 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 为是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 现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 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 所以, 只有在基督内, 我们才可借着对他所怀的信德, 放心大胆地怀着一世之心进到天主面前。 为此, 我请求你们, 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 我的苦难原是你们的光荣。 因此, 我在天父面前屈膝, 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民。 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 借着他的圣神, 以大能兼顾你们内在的人。 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 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 奠定基础。 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 阔、 高、 深, 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 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 愿光荣归于天主, 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他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向光荣, 至于万世万代。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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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